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 SIREN 懶人包 SIREN的技能組在版本17年10的時候獲得了調整 他的技能獲得了不一樣的效果 同時也增加了技能之間的互動性 再也不是以前那個可以一直暗示 然後把怪物全部殺光 然後完全人無的那個SIREN呢 我第一次看到版本更動的時候 我第一句話就是說 欸 我們好像要多一隻輔助型的戰甲了耶 可是現實重要是不是這樣子呢 那這部影片的話主要是想要透過一些實戰的演練 然後講解一下技能之間的互動性 讓大家知道SIREN在這個版本中到底應該怎麼使用 SIREN的第一個技能 包子 簡單來說就是把包子種在敵人身上 然後會觸發病毒效果 把包子射包的話則會擴散到更多的敵人身上 在實戰中的話 大範圍的敵人生命減50%是非常實用的 就有點像是你去星巴克買杯咖啡 然後老闆跟你說這杯咖啡半價 而且越買越多越買越便宜 是不是感覺很爽啊 這就是這個技能的特色之一 第二個技能 脫皮 簡單講就是脫皮 對 沒有錯 脫皮會把身上所有的負面狀態效果移出 並製造一個分身 分身會吸引火力 敵人擊破分身的時候 將會對他們造成小範圍的毒素觸發效果 讓全部敵人中毒 在亂戰中提供了保命 以及造成小幅傷害的效果 算是挺不錯的 你也可以把包子釋放在分身身上 如果敵人攻擊分身的話 也有機會擊爆包子 對他們造成病毒傷害 另外我也會裝備脫皮的集團MOD 讓脫皮具有灰血的效果 第三個技能 傳染蔓延 簡單來說就是把近戰武器附帶毒素傷害 而且近戰武器的攻擊會100%觸發毒素的效果 而且會提高格檔可以減傷的數值 最高90% 不過在這個超令的時代 這種只能提高一點點近戰攻擊能力的技能 實在是不太實用啦 所以就先這樣吧 第四個技能 髒氣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大家覺得毒女是下修的原因吧 他的基礎傷害已經不是以前那個爆發傷害可以比的 現在基礎傷害算是非常的低的 甚至連小怪物都不一定能殺的死 但是呢 他的另外一個效果就是 他會根據你敵人身上的病毒效果 以及毒傷害的效果 增災傷害 最多200% 如果可以把他運用震盪的話 他爆發出來的傷害也是不可小覷的 但爆發當然不能跟以前比啦 接下來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個我覺得最實用最快捷 可以讓大絕傷害最大化的方法 要把傷害最大化 就是要把毒跟病毒兩種效果都附帶在敵人身上 那麼要怎麼做才是最快的呢 簡單來講 就是先使用分身 啊不是 是脫皮 對 把一技能放在脫皮身上 然後等敵人靠近的時候 使用四技 四技會直接把脫皮的分身引爆 同時造成兩種效果 然後再計算大絕的傷害部分 那麼對於毒女的講解 大概就到這裡結束囉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 對於他的技能使用方式有更好的掌握 然後其實更動的話 我是覺得還是不錯啦 只是把爆發傷害 交換成後期副本中的削弱能力 就是把敵人生命砍半這一點上面 然後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這樣的一個講解方式 如果喜歡或是不喜歡的話 都可以留言在巴哈的討論版上面 然後我會看看在下一部影片做改善 然後為了今天這支第十部的影片 如果你有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的話 你可以在巴哈的留言版上面留言 我會在三天後抽出兩位幸運者 送出藍色以及黃色馬英俗各一個 最後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拜拜